印尼锦里闻莲花承秀琴 印尼闻道雷掌寺的堂主问 阿弥陀佛师尊师母安好感恩 师佛讲佛葬最好 请问骨灰因洒在何处最好 或托放室里的灵骨塔 有一诗节往生时得舍利子 存放家中谈成 竟能长大如蓝色的琉璃状 特别好看 请问其舍利子 其安职是否朵当 弟子感恩 印尼闻道雷掌寺的住词 闻道雷掌寺 莲花承秀琴 请你闻 火葬最好 骨灰因洒放在何处最好 骨灰呢 就拿给彩虹雷掌寺的 双联境界最好 你知道这个彩虹雷掌寺 这个彩虹这个双联境界 在盖的时候啊 出现多少的光 对不对 那个工地啊 每一次拍他的工地的时候啊 全部有放光 那一块地放出很大的光芒啊 这个锐气千条啊 毫光万道锐气千条 这个可以有相片为证 有相片为证 这个Piano上师 联琴啊 联琴啊 联琴上师 他负责盖这个 双联境界的灵骨塔 另外这个Sakura上师 联音教授师差不多了 联音教授师也等于是上师了 教授师就是上师了 差不多了 教授师就叫做Asele 我们在一般佛教里面 教授师就是Asele 联音 联音 这个Sakura 你看双联境界盖的时候啊 拍了多少光芒出来 那是最好的地方啊 我母亲也是放在那里啊 我的祖先都放在那里啊 我的祖父祖母 我弟弟 我妈妈都放在那里啊 将来我也要放在那里啊 那你要放哪里 最好 当然是那里最好了 但是贝壳屑 你知道呢 那个贝壳屑 贝壳屑是陷下去的地方啊 贝壳 像一个贝壳一样 那个叫贝壳屑 当然啊 这个托放在室里 他自己室里面也有灵骨塔 当然啊 我们是有贝壳屑的灵骨塔 你那个灵骨塔当然也是可以放了 对不对 那个施节往生的时候 舍壳屑存放在家中摊层 可以的 舍壳屑是可以放在家中摊层 这个贝壳屑的放光照片 现在放出来 给大家看 是吗 那个就是照片 最好放的地方就是彩虹雷上寺 双连境界的灵骨塔 最好 而且这些骨灰来啊 完全不用签证 他们就可以租到美国来 成为永久基民 马上就有准证给你 你是美国的永久基民 美国的永久基民 要拿到永久基民也不容易 拿到美国公民都不容易 你是永远的美国灵魂公民 对不对 那在印尼呢 你说 当然比较差一点啊 还是我们彩虹雷上寺的双连境界最好 当然放在你寺里的灵骨塔 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 这有一个师姐往生的时候 得舌粒子 这个师姐一定是有成就的 这个舌粒子长大 如蓝色的琉璃状 哇 那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琉璃状的舌粒子 蓝色的琉璃状的舌粒子 他放在自己家中坛层 由这个他的后代 来这个礼拜 也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